大家好 今天是7月8日 星期四的收市之后 恒生指数今天大跌 超过800点 而且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出现 就是3月到现在为止一个横行区 上方29,500是阻力 下方27,700是之前 但当然今天就要突破向下 失手了27,700 27,700向下数的话 就很可能要去到26,500 上年11月的横行区 才有机会遇到重仓的支持 而且今天是放量2,000亿成交 又是阴烛不是跳空的情况 实实力阴烛队下去 老实大家都真的不如尽取 尽量现金为常 当然了 有没有可能做淡呢 純粹是补充一点给大家 是资金面方面的 如果见到过去恒生指数 在7月以来都连跌了这么多日 如何去比较资金流呢 如果从南北水方面 北水南下的情况今天是流出 不过就是昨天前日都是流入 再较早之前都是流出 即是说流出之后流入再流出 我们要看看流出有没有再多过之前 是没有的 那是不是流出情况有倍迟呢 第二就是说 从资金流本身在本地方面 我自己见到恒生指数和科子 其实在昨天开始 已经出现一个稍为 这个是资金流的理论 这个是资金流的理论 第三个理论当然是RSI 恒生指数 好日都未试过RSI 右穿30的超买 上一次出现的时候 正正就是大事见底 当然了 超卖之后可以再超卖之后 何时才反弹呢 建议大家虽然超卖 但一定要见到 有回稳甚至乎 大成交买上的迹象 才再估底